雪州一党出非穆斯林给机会 别用行动党的视角来看我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看了这个新闻,我只能够说真的是有够好笑 这个伊斯兰党,他们的雪州秘书罗斯兰 竟然会要求我们非穆斯林给机会 其实也难怪他的,因为他在雪州 雪州如果你单靠这一个非穆斯林的选票 是几乎不可能赢的 因为雪州也有很多开明中庸的穆斯林群体 他们都是把票投给希望联盟的 所以这个雪州的伊斯兰党 如果想要拿到更多的选票 他们就只能够从非穆斯林那里去想办法 他想到的办法也是相当搞笑的 竟然是促请我们非穆斯林给机会他们 然后叫我们不要用行动党的眼光去看他们 我们真的有用行动党的眼光去看他们吗 各位,我觉得就算现在马来西亚这个政坛 假如从来没有行动党这个政党 我们对于这个伊斯兰党的印象 应该也不会差太多的 而且再加上最近这个伊斯兰党的主席 哈迪阿旺讲出来的话 根本就是骇人听闻 首先我细数给大家看 这个哈迪阿旺竟然讲我们的这个宪法 是殖民者的遗风 不可以用的 它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 你连立国资本的那个宪法 你都想要抛弃 你还跟我讲这个是行动党抹黑你 行动党在那边煽动种族情绪导致的吗 我们又不是瞎子 明眼人都看得出 你不要宪法 你要的就是一行法 那非穆斯林肯定是不能够接受这一件事情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他对我们的君王 也是相当不客气的 竟然公开的去讲 劝我们的君王要追随阿拉 换言之就是在他的语境下 现在的王室 现在的马来统治者 由于他们要捍卫宪法 所以他们就是不追随阿拉 他们是殖民者留下来的 这一个遗风 换句话是不是这一个意思 我觉得哈迪阿旺就是这一个意思了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读小学的时候 每一次上周会 都会要举起我们的手 念那五大原则 对不对 这五大原则我们来看一看 伊斯兰党到底有跟几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信奉上昌 这一个他们肯定有 他们肯定信奉上昌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第二个 忠于军国 忠于军国 伊斯兰党最近讲的话 我感觉上他想要越主带袍的情况 反而是更加明显的 忠于军国 这里我画一个问号 第三个 维护宪法 讲到维护宪法就笑死人 哈迪阿旺都讲 这个宪法是殖民者的遗风 不能够跟着 他哪里有维护宪法 他分明是糟蹋宪法 鄙视宪法 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 遵从法治 你连宪法都可以丢掉 你还怎样遵从法治 根本就没有遵从法治可言 以及最后一个 培养德行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毕竟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品行 到底他们的这个品行如何 观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一下 总之 国家的五大原则 感觉上伊斯兰党 顶多就只有信奉上场 是绝对满分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要我们非穆斯林 怎样给机会你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非穆斯林 对于这五大原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尊重 这个穆斯林群体 我们尊重 这个伊斯兰教 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是应该和乐融融 一起生活的 我们也忠于军国 我们也维护宪法 我们也尊从法治 并且培养德行 虽然每一个人对于德行的 这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广大的这个非穆斯林群体 应该对于伊斯兰党 培养德行的那一套 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即使马来西亚不存在行动党 你单看这五大原则 你就知道非穆斯林 是不太可能把票投给伊斯兰党的 而且现在伊斯兰党 喊出来的口号是什么 他们想要赢回这一个非穆斯林的选票 他们的口号竟然是 全民伊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伊斯兰党 现在是要搞这个宗教主义 要搞这个鄙视宪法 甚至要我们的君王 跟着你一起鄙视宪法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告诉我们 要全民伊党来洗脱 非穆斯林对于你的误解 到底是怎样 全民伊党的概念 不就是要跟着你的那一套来走才是对的吗 所以换言之 你就是要我们摒弃宪法 你要我们摒弃这个尊崇法制 来迎合你吗 这个就是全民伊党的概念吗 我感觉真的是相当好笑 那伊斯兰党呢 不要只是停留在空喊口号 他一直在告诉我们 就算是伊斯兰党执政的周术 非穆斯林的权益呢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 没有关华小 没有关这一个寺庙 可是他却没有告诉你 这个Toto 这个Forty 全部被你们砍光光了 短裤也有很大的争议 就你不能够遮住 你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单单告诉我们 现况底下 华小还没有被废除 然后呢 这一个寺庙还没有被拆 那个只是感觉上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你这样子做 是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是一步一步的在伊斯兰化 那我们没有说伊斯兰教不好 我们觉得 大家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但是就不是用 伊斯兰党旗下的那一套方法 来相处 那否则的话 这一个整个马来西亚 如果真的效仿 北马四周的那一套 岂不是乱套了吗 被穆斯林的权益 不是一步一步在下降吗 所以换言之呢 伊斯兰党不要只是空喊 那一个全民伊党的口号 你有种呢 你就给我开回多多 你有种呢 你就不要管我们穿这个短裤 那你有种呢 你就不要 在这一个所谓的 在街上 如果你看到有人穿衣服 可能穿的比较稍微性感一点点 你就开罚贪给人 那这些东西 你如果都收回成命的话 才能够证明 你的确是有诚意 要拿非穆斯林的选票的 否则你只是停留在空喊 口号上面的 压根就没有意义 就像纳吉时代的 一个马来西亚 我们真的变成一个马来西亚了吗 在政治人物的炒作下 我们不但只没有一个马来西亚 反而渐行渐远 所以伊斯兰党 你给我停止喊你的口号 给我实实在在的做一点事情 否则的话 你永远都不要想要拿到 大多数的这一个非穆斯林选票 也永远不可能会有 全民伊党的这一个概念 真正落实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